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我是林德燕 现在的录影时间是礼拜五下午的3点35分 加权指数涨46点 46点是不多啦 有也是真好啦 有涨都是好事 那总比跌来的好 那今天全球股市又是大涨 台北股市虽然涨46点 可是全球股市今天又是全面性的大涨 你看今天亚洲股市 哇 都大气 南韩0.8 日本1.3 香港更涨到300点去了 也是涨1% 新加坡大陆股市1.41% 我们又是涨最少的 我们又是最少的 真的要加油 台北股市一直在垫后 我们没有那么差 我们不应该垫后的 主要语言还是在于大家都没信心 大家都没信心 没信心的结果就变成步伐都比人家慢 很可惜 加油 昨天美国股市又大涨 美国天天涨 你看美国真是天天涨 有没有 真是天天涨 当时在这里的时候 这一天 美国政府关门 这一天 川普想把联准会主席给拉下台 让全球吓坏掉 记不记得 记得这两天 当时我在节目里面我跟大家讲 我说 两天之内一定反转 我说两 最后两三天而已 两日之内一定反转 两日之内一定反转 我讲完之后 就一路上来了 当时全世界很多空头的言论 结果只有林德彦敢讲说 两日内必定反转 说完之后 真的起来了 你知道到昨天为止 道琼光是这一波 大概三个礼拜时间 三个礼拜的时间 道琼涨了 2762点 2700的礼店 再涨就3000点了 如果用%数算的话 12.7% NASDAQ 14.8% 沸腾半导体 14.5% 美国股市真的好厉害 美国股市真的很厉害 你知道美国股市昨天为什么 开低160几点 119点 119也不多 大概0.3%而已 那为什么突然间又急涨 是不是管音 因为传出来 美国可能会针对中国降税 美国可能会针对中国降税 因为原本美中贸易战 川普把税率拉高到25%嘛 一些商品大概500万 第一次500万 把税率拉高到25%嘛 那现在传出可能会降税 所以降税的说法出来之后 哎 加速大涨 你记不记得礼拜二 星期二的时候 中国也传出来说 要让利 各位 因为原本月初的时候 一月初的时候 两个国家的副部长 在北京谈判 就谈了三天 没有结果 本来就不会有结果的 早就知道了 副部长的成绩怎么会有结果 他只能把意见带回去给主帅判断嘛 那下一次谈判的时间 就在一月底嘛 那一月底要在美国谈判 还有两个礼拜的时间 怎么突然又丢出来 要降税 礼拜二 中国说要让利 礼拜四 美国说要降税 哎 那两个礼拜就要不要 什么东西都要不要说的 双方就已经开始在丢利多了 看得懂啊 在做什么 要做多嘛 他们故意在营造一个 事前利多的环境嘛 就是要让企业做多的嘛 美中双方都在放利多 都在营造一个做多的环境嘛 你看好不 所以全球股市被他带上来 全部大气 那美中都在做多 那你在怕什么 你怕得不敢做 对 你笑到不敢做 他做的量只有900多亿而已 你要感受那股气氛嘛 赶快进来就对 赶快进来就对 你看今天台北股市涨四十几点 还是进赔末座 整个亚洲股市起到这样 你看香港 香港 香港今天三百几点 你知道香港今年以来 香港今年以来 去多少你知道吗 香港今年以来 已经去两千几点嘛 香港 已经涨了两千多点了 两千二百十四点嘛 香港已经涨了 这里两万五嘛 对不对 这里两万七嘛 现在已经去两千点嘛 香港已经涨两千点了 两千点多少你知道吗 8%了 香港已经涨8%了 今年香港涨8%了 我再给大家看一个数字 什么数字 你看十二月三号 十二月三号 香港 两万七千两百六十 两万七千两百六十 我在说什么 今天香港两万七千零六十 春差两百点 甚差两百点 香港就要过十二月三号的高点了 十二月三号 为什么特别提那天 记不记得在云旦前 川普跟习近平 在G20握手 握手完之后 紧接着抗盘第一天 全部大气 十二月 讲错 十二月 在十一月底的时候 G20握手 握完手之后 十二月的第一个交易日 转球大气 结果加拿大利用这个机会 把华为的财务长 把抗起来 把他抓起来 记不记得这一天 所以原本要大涨 因为抓华为的财务长 全球股市跟着杀下来 全球高气全部拨下来 你看香港已经即将跨过 华为的阴霾了 华为的阴影了 因为华为当天的高点 即将要跨过去了 香港 你看南韩 你看南韩 南韩今天收盘2124 华为当时的高点 华为当时的高点 2136 2136跟2124 哎 春差这么一点 春差这么一点 南韩再涨个十二点 也要跨过华为的阴影啊 你看新加坡 新加坡 早就跨过去了啦 人家新加坡早就跨过 早就跨过华为的阴影啊 新加坡早就跨过去了 香港 在200点都过去了 南韩在10点就过去了 新加坡早就过去了 还被股市呢 我们华为那时候的高点 一万零一百四十八 今天九千八百三十六 我们还差三百多点 我们还差三百多点 我们还差三百几点 是不是差太多了 是不是差太多了 所以我说 全球股市其实都没什么问题 台北股市真正的问题是 新啊 大家走得不走去 我们老子民已经走得不走去了 走得不敢买了 走得不敢买了 你看人家香港 刚刚看过嘛 香港今年以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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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经跨八% 香港已经跨八% 南韩也跨 新加坡 新加坡 也涨八%了 新加坡 也跨八% 已经跨高点了 华为事件的高点了 对 美国刚刚看过嘛 道琼涨了12.8% 那儿涨了14.3% 华为事件报道提涨了14.5% 那儿十八高时的 人家多少 人家多少 你自己看 台北股市今年 台北股市今年 右下角这里看清楚 几% 台北股市今年几% 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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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香港8% 新加坡8% 南韩7% 美国12% 哪子打个14% 我们只有1%而已 我们才1%而已 有时候看看真的是很丢脸 美国跟中国贸易战 干我们什么事 两个国家在打 我们只剩下红台北而已 结果我们最疼 我们输最多 美国加拿大抓华为的财务长 干我们什么事 你看香港 南韩新加坡都走出来了 连大陆 我们来看大陆 连大陆自己本身 连大陆自己本身 大陆因为是当事者 还没有 大陆是当事者 所以 还没有走出来 那个阴影 可是南韩 新加坡 香港都走出来了 我们还差那么远 对不对 奇怪 所以信心才是最大的问题 信心该是最大的问题 我今天花那么多时间 再跟大家谈这个 就希望大家赶快 把你的信心给找回来 信心找回来了 你都敢走 你看今天外资又买了 外资今天又买了多少 我们来看 外资今天又买了50亿 外资今天又买了50亿 两个礼拜下来 外资已经买了350亿了 人外资已经两周买了350亿了 今天外资台子期净多单部分 今天是没有增加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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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资几买台子期净多单没有增加 昨天增加4000口 目前外资台子期净多单总数 52332口 你看月初的时候 到35000口而已 这个已经是 4个月来 对古年高的开始 90 11 1月 5个月来 外资台子期净多单最大的部位 股票买了350亿 台子期净多单 已经拉高到5个月最高部位了 然后外资是很积极的 在做多台北股市 我们的投资人是都走得不敢做 那这样怎么会大家动 一个国家股市你只靠外资 那个不够力的 外资只是点火 三峰点火的效果 国内投资人才是真正的力量 所以大家 筋在败 大家筋来做 不要每次都 一开始 人的走 你还不上当 涨了1000点你才要进去 你永远都输在起跑点 你不要贏人 对不对 人家说要赢在起跑点 结果投资人都输在起跑点 一开始就输人啊 人开始在做人开始在买就不敢买 等到涨到500点800点1000点了 你才想要买 永远都输在起跑点 你不要赢人 是不是 赶快买就对 赶快买就对 今天跟大家谈那么多的大盘 就是希望能够把大家给鼓起来 大家赞作起来 我昨天跟大家讲过 在打什么 在打团体战 在打群架 你看最近行情不是个股 是一个租群 一个租群 一个租群 矽晶圆工 工完之后 MOSFIT工 MOSFIT工完之后 工具机工 工具机 稍微停一下而已 昨天游戏软体也起来 游戏软体起来之后 今天被动元件都起来了 连利空因素最大的 外资一直在恐吓大家的被动元件 连被动元件都大涨了 不是 连 瓶盖骨都大涨了 外资把苹果一直骂 一直骂 你看我当时怎么讲 我说 苹果自己降财测 苹果自己降财测 我是不是讲 故意的 故意要在指数低党区 把利空一次逼进 这个叫利空出境关 降财测之后一路上来 即将过新高 即将走出财报阴影 水平概股也跟着全部都上来了 你看一档大利光 大利光已经起30%了 今天一档就起7% 大利光已经起30%了 没有 记不记得我给大家看过 我之前一开始跟大家讲过了 平概股都是怎么样 平概股都是走1月份的 你记不记得吗 我们技术分析课程上过 这是可乘的月周线图 这里面有七百年的时间 你看每年都从1月开始 从1月开始 1月开始 1月1月1月 可乘每年都从1月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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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年都从1月开始 可乘每年都从1月 每年都从1月 已经走七百年给你看过了 你还是被影响 你还是被吓到 你还是股票杀在低点 你还是低点不敢买 今年是不是又是1月 是不是又是1月 出货高峰期就一路跌 旺季过了见底就开始上来 每次在底部的时候 外资都故意吓你 降平等所有利空 一次把你轰到让你不敢做 就开始上来 大力光也是 我们来看大力光 大力光是每年都是1月开始涨 你看大力光 这是大力光的周线 是不是每年都是1月 这去年比较低点 去年是2月 1月 1月 有没有 大力光每年1月开始涨 每年1月开始涨 1月开始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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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同样的 去年比较晚一点 delay到2月 那这次又是1月 这次大力光又是1月 平盖股每年都是1月 平盖股每年都是1月 1月开始启动 今天平盖股开始全面涨了 大家最担心的问题 反而开始涨了 你该放下你的心房了 你该放下你的心房了 今天反而六四八八环球晶 今天跌了3%楼高扣 3%其实也不多 为什么今天跌环球晶 因为昨天台积电预告第一季 可能会衰退20% 第一季淡季 台积电历年的第一季 都比第四季衰退10% 今年20% 今年20%把大家吓到环球晶死了 百个人去没环球晶 当事人反而没事 当事人反而没事 不相干的反而出事 我跟你讲跟环球晶没关系 台积电第一季营收衰退 跟环球晶没关系 我会跟你说 为什么这么说你知道吗 我把原因告诉你 你知道环球晶 它是前三年 吃下了美国跟欧洲一些公司之后 才变成全球第三大的吸金源厂 在它没有吃美国跟欧洲那些公司之前 其实它的规模是很小的 它根本打不进台积电的供应链 技术也不够 所以它吃了美国跟欧洲的公司 合并之后 它才成为全球最大 它主要的供应的工厂 都是在美国欧洲世界各地 台积电的吸金源主要是在供应 台积电一直以来 它的供应商是日本 前两大都是日本 第三大才是台湾 所以在环球晶还没有并 欧美公司之前 它的规模很小 根本打不进台积电 所以台积电一直以来 它的供应链是在日本 台积电第一季的营收会衰退 跟环球晶根本没关系嘛 更何况环球晶老板已经说了 第一季的订单都接完了 而且报价都调高了 那台积电在淡季 它订单都接完 报价也调高 等到第二季 台积电开始会晤旺季 半导体会晤旺季 那又都进入旺季了 还有什么问题 淡季时候它单都接完了 进入旺季又没问题啦 是不是 加上你知道 细晶圆主要用的两个地区 两个东西 一个是晶圆代工制造 另外一个是记忆体 懂得什么 细晶圆主要就用 在半导体这块就用这两组嘛 那代工是被动的 为什么被动 因为像台积电这种代工 客户下单它才能够做嘛 它依照客户的资料 电路图它才能够做嘛 客户如果没下单它就不能做嘛 所以它是被动式的 要把人路段到后就走 那第一季的衰退主要原因来自于手机持平 电脑持平 物联网车联网 增加很多 少掉比特币 虚拟货币这一块 这一块少很多 主要萎缩是萎缩这个地方 可是台积电我刚刚讲过 代工它是被动 人路段它有 人不路段它就没法做 可是在记忆体这一块 记忆体这一块的量不会输 代工喔 记忆体它是固定规格 固定规格 所以它一直做一直做一直做 产能全开一直做 那需要的人自己来拿货 需要的人自己来拿货 所以记忆体这一块是主动式的产出 你知道南亚科 12月份营收荡下来 剩2块6 2块8 南亚科第四季毛利率有多长 你知道吗 南亚科第四季毛利率还高达54% 今天南亚科也是涨2% 南亚科第四季的毛利率 从58%降到54%而已 所以记忆体还是很好赚的 因为利润还是很高 所以记忆体的厂商 它资本支出虽然减少 可是它产能还是持续全开的 那既然产能还是全开 对于矽金的需求就不会减嘛 懂什么 所以你不要被昨天台积电 那个营收衰退 事事而非的东西 认为环球晶就是利空 那你可就错了 跟环球晶一点关系都没有 因为环球晶也不是供应台积电的嘛 这样懂什么 反而记忆体那一块 产能还是全开 对它的一个需求还是很强 好那你看环球晶 那这个为什么是涨 如果对矽金元真的是不好的话 那你看今天矽金元的股票 你看今天矽金元股票 为什么今天大家都长只有环球晶叠 代表算花 大家走下去 大家抬抬出来 自己杀自己 杀出来的 其实是没事的 后来一周就去 这一周就上去了 今天被动员界的部分 其实还不够力 有点强担薄 可是还是不够力 如果被动员界 能够再强一点的话 五块到三块 大概就是接近两%左右 有开始转强了 可是力道还不够 国巨330要过 国巨如果330过的话 那国巨就会开始带动 今天平盖股最强 MOSFIT也不错 游戏软体 昨天大涨 今天稍微弱了一点 可是没关系 后来一拜 礼拜四 才开始要 台北电玩展 所以力多还没开始 这里面6180的橘子 今天橘子 有点偶然偷走 要走你走 没差了 反正有赚钱都无所谓 我们从下面这里坐上来 我一张都不卖 我一张都卖 干嘛卖 你知道这次台北电玩展 摊位2144个摊位 总共有424家 24国的厂商要参加 那你2144 424家厂商 平均一个抽层 大概5个位 5个摊位 对不对 可是橘子申请了140个摊位 橘子申请了140个摊位 140个摊位相当于多少 5% 大概7% 7%了 申请了7%的摊位 一个卖场 他一个人占了7% 最大的卖场 可见的公司是企图性很强的 高达百亿的商机 他要去抢那一块 那既然他企图性最强 加上他去年赚最多 今年一块贪到八块钱 这个股票没效啦 八十块乘去又充了 80块钱赚上去再充了 2377微星 昨天有人赚了 今天就跑掉了 做到台北冲什么 整个头肩底 才刚要打出来而已 颈线都站上来了 对不对 随时就要冲啊 早点快要冲什么 早点再贪不钱了啦 很多强势的股票一挡一挡 2049上营 我也说过啦 上营再走 上营走多久 走27天的时间周期 上营走27天的 你看27天到之后 27天一到 上营就上来啦 上营就上来啦 27天一到就上了 这样20% 同时间1597 值得也上来了 4540 全球传动也白起来啦 再来这支要注意啊 这支要注意啊 股泥碳7块 去年赚7块 20年来最好 20年来最好 股价在这么低 是不是 一档一档 赚大钱的公司 股价都在底部 这都是探大钱的行情 这都是探大钱的机会 赶快振作起来 跟着您的一起 我们到底来 我们到底来 333圆月抢标股 我们会去全步三个开始算 我们的负转线 02 2392 3988 02 2392 3988 祝您操作顺利 拜拜